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基本都是要结婚的。 尤其是生活在中国,一旦到了是婚年龄,不仅会被父母催着结婚,而且七大姑八大姨,也会在你耳边不停的过躁。 当然,活人结婚是非常正常的,我们也早已司空见惯,但是,其实死人也要结婚的。 我们将死人结婚称作民婚,或者因婚,我们不经会问,死人为什么要结婚,这又有何意义呢?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,什么是民婚,以及其历史渊源。 所谓的民婚,就是至为死去的男女,寻找一个配偶和葬。 有的未婚男女,因为遭遇了不测,导致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生命。 古人认为这是非常不吉利的,因为如果不为他们掌门因婚,他们的鬼魂就会出来作祟,使活人不得安宁。 因此,我们会发现有些年轻男女亡故后,他们的父母千方百计的会找一个年龄相仿的配偶与之合葬,不仅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能够得以安宁,不至于做鬼魂野鬼,同时也是为了他们不来打扰活人,好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 说起民婚的历史,也是非常久远了,一直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。 当然,早在汉代之前就已出现这种现象,只不过为如汉代那么明显而已。 周里云,近千藏女嫁伤者,也就是说,当时朝廷把令氏明确禁止民婚的,认为这种做法劳民伤惨,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,丝毫没有意义,但却是屡见不值,根本无法得意度。 却,到了后来,此种风气更为赤胜,愈演愈烈,逐渐成为了一种习惯,人们自然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。 我们知道,曹操有一个幼子叫曹冲,非常的聪明,深得曹操喜爱。 可是,天度阴才,这个曹冲十三岁就腰折了,这使得曹操极度伤心。 曹操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死后孤苦伶仃,就聘取一孤的珍小姐,作为自己的儿媳妇,并将之与曹冲合葬。 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曹冲年十三,建安三年疾病,太祖亲为谨宁。 姬王,安身,文帝宽于太祖,太祖约的,此活之不幸,而入曹之幸也。 严则流泌,未聘真实王女与合葬,曾其都未应受,密网侯之自从奉处后。 从这里,我们也可以看出,连曹操这样的统治者都崇尚明婚,所谓尚有所好,下必顺焉,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到了宋诞,明婚现象越来越盛行。 据《庄映之昨梦录》所记载,当时反未婚男女死亡,其父母必定会托鬼没人说妻,然后抓捕,若得远,即刻为他们做民意,举行合葬。 元大继承了宋代的这一现象,如原始烈女传所载,此地死而无欺者,或求王女骨合葬之。 到了明代也是如此,明始烈女传一载,养死而其未婚妻婿训,刘伯春足,而其婢女亦如知,后劫营就合葬。 从这里,我们也可以看出,明代妇女的贞洁观,很明显比前朝更为强烈。 这一时期,明间出现很多的贞洁劣妇,朝廷往往大力提倡这种现象,并为他们立牌方金表。 到了清代,就更不用说了,明昏现象发展到顶峰,一直到了清末的北京,仍有这种现象残存,并称之为大尸骨,至于男女双方性甲,则称为尸骨亲,由于是阴魂,所以一般会在夜间举行。 有时候,人们在暗示之际,会顾被街上的锣鼓声所吵醒,会发现有人抬着一顶轿子,前面有各种鼓手,锁那手在吹奏前行。 当然,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入,人们接受了无神论的思想,这种现象有所减弱,但在一些偏远的农村,如今依然保留有这些习俗。 明昏的历史渊源,我们大致有了一定的了解。 那么,明昏又会举行哪些仪式呢? 说起明昏的仪式,毕竟是和正常的婚礼不同,一直没有固定下来。 明昏其实是非常特殊的,既是桑事也是喜事。 我们知道,中国人婚言死亡,一般会将桑事称作白事,而将喜事称作红事,有时候也会将二者和称红白喜事。 一般来说,明昏也需要没人说哈,而后双方过门户铁,到命馆,就是为人补挂算命的处所结婚,并取得龙峰铁。 接下来就是放定了,一次新完成。 男方送给女帮的店里,有一半是真丝丑尺头,金银财宝,一半是纸糊的各式衣服,还有各种首饰等等。 而这些东西,女方并不是真要,而是在放定的当天晚上,要在女方的门口或坟头火化掉。 当然,这些仪式是各地风俗而有所不同。 但有一个仪式是各地都不可避免的,那就是迎娶仪式。 迎娶仪式是婚礼非常重要的一环,无论人婚还是阴婚,都盖莫能外。 在迎娶当日,通常会验锦高横,当然由于是冥婚,也就不像正常婚礼那么热闹了,但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的。 而后再经过一系列团结,男女双方便可病骨合葬,这就意味着,双方正式成为夫妻。 而他们的父母,此后也会以倾家相称。 今天,我们也许会觉得这种现象离我们很远,其实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农村,依然有所保留。 其实说起来,不仅在中国,就连国外也会出现类似现象。 据新闻报道,2011年5月11日,韩国与姑女心正多病之母,为其与人在城举行冥婚,而后将二人合葬。 我们今天由于受到科学的影响,会觉得这种现象非常的鱼雷,甚至会持之以敌。 其实,这不该是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态度。 诚然,科学自有其道理,但有些是无关科学,科学无法按钝人们的情感。 我们作为现代人,很容易接受多元价值,所谓的多元价值,就是能够包容差异,即便科学再有道理,也不能钻断,也应当尊重别人的选择。 其实社会越进步,价值观越应该多元,人们的态度,也应当是越来越宽容的。 否则,我们何以自诩现代人,我们如果以科学,明星的名义钻断一切,这又和古代的专制社会有什么区别呢? 所不同,的是,我们借助科学,明星的名义,进行了伪装而已。 文,陆宇先生参考文献,名史列女专作《梦录》,三国之周理文字,有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,配图源于网络版权规原作者所谣。 文,陆宇先生网络详,因为这一 Band tentar每个人门都要制定、也可以判断这到底是一的弹刻的改变。 如果您也认为,您好像每年都能弄成那后版 squad,种加一点, 同时也钓士 accordance合写的維 u ú ro也识range。 对目的目的有kö academic名义, 실�co有文藏评约查是最练新的对于观众所谈出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